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和我国的有关规定 外籍船舶进出港必须实行强制引航 接到引航任务后 引航员便会乘坐快艇前往指定海域 徒手攀爬上船 海上登离轮是一项十分危险的工作 每一步都潜藏着危险 引航过程中 船舶的靠驳和驶离 是其中难度最大的环节 作为一名合格的引航员 他们除了要学会熟练掌握各种类型的船舶驾驶技术 还要熟知港区内的航道航雕 水深水流 潮汐变化 气象规律等情况 做到百分之百的安全引航 我们说这个登船 登大船的那个过程特别危险 这个有多高啊 这个大概九米高左右 最高的钢悬大概有二十来百米米高吧 因为送我们的艇出去毕竟太小了 太小的话风浪一摇的话 就是说在登离轮的过程中 银行亭实际上是这样在那里颠簸的 就算你一个梯子这样放着 你银行亭这样子 你一定要靠拢啊 不靠拢我没办法跨过去是吧 我人已经上去了 但是银行亭还没有离开 他一上去一拉 把这个梯子给拽断掉的 所以出事故基本上是在这个环节出事故的 我在想啊 就这个两个船靠近的过程呢 你的小艇靠到它的时候 人是怎么先抓住那个梯子吗 是 不不 银行亭要靠贴拢这个那个 当距离很小的时候 相对位置比较好的时候 然后呢它会颠簸 我们就是说在最高的那一餐啊 我们仍要砰上过去 就一秒钟 天哪 我觉得这个好难把握啊 你一旦跳不好 你说那一秒钟 我抓不好那一秒钟 我不就跳海里了吗 是的 是的 你看这个呢 梯子难爬很高 它主要有晃度 你看 然后爬上再上那个吗 再上那个 对对对 我们叫组合梯 这种梯子 这个已经晃成这样了 这个就没判断好 他没判断好 他就没判断好 他这个还算幸运啊 幸运的 这是谁幸运 是不是也有可能 他掉下来的时候 正好两个撞到一起 对对对 掉到这个艇上面的 栏杆上面的 那就是废了 还有就是我就担心 他正好掉下来 然后两个床 正好一晃 晃到一起 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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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怕这个 一击肯定是 因为这个人在钢铁面前 就是一个词啊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在梨伦那一刹来 如果你就是能下到 安安全全的大风浪天气 下到银行艇的话 你的后背 会吓出一身冷汗 真的你会 就那么短的时间内 你会出一身汗下来 那当时就觉得 哎呀 世界还是美好的 家里还有老婆孩子 哎呀 这么说起来 这个银行员 这个职业 真的风险挺大 那是什么让你们觉得 我还是这么坚持 做这么久呢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三几轮这个事件 它是两船相撞 你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 这些船员其实已经都是死掉了 那么在一个礼拜以后 这条船就是爆炸沉吊 那么它装的是 13万多一点的宁锡油 运气还好 这个宁锡油 自动挥发很快 那么如果这条船 是装的是原油的话 那么我们整个东海海区 可以说是环境生态 全部遭到破坏 这个原因其实是 两个驾驶员 疏忽瞭望 到最后要碰的过程中 才发觉要采取行动 但是那时候已经是来不及 所以我觉得 我一做一个银行员 能够一辈子 保证安全的银行一条船 那就是对这个港口一种负责 那我的人生也是完美 就是还是很有成就感 很自豪的 是的 成就感 对的 我作为银行员的话 我就是港内航行 以及靠离脖 我就十年磨一件 我把这一件磨出去 我觉得我的个性 很适合做这个 做了以后我还有成就感 我觉得挺好